這隻是我以前第一隻的鐵飛機 小時候外面看著這壇真的東西 家裏甚麼都沒有 家境特別不是富裕 在梳化上 是拿走的漆森 我拿走漆森 找幾塊烏山板 搭上變成一個路線 只有兩架這些東西 小時候在動來動去 在幻想有個機場模型是怎樣的 一個模型可以影響一個人 造成一個這麼大型的Diorama 這是七四七 七四七多我就不知道 一百最早那隻 因為我在牛禮公司做 剛才我沒有說 我們進去做才是做洗碗 一定的 最低那個就做到 升上二樓 所謂升上二樓的部門 就是出來收飛機餐 最好那個位置 當然再上那些是第二回事 收飛機餐我最喜歡收回來的 那麼多間航空公司 Lutanser Quantus 最好吃的雪糕就是他 還有Quantus 我們會記得這些東西 想都沒想過 會有一位這樣的朋友 可以將一架飛機 變成這麼大的模型 這是你第一個做的Diorama 不會有第二個 也不需要 我有新行會想下一個是什麼 但第一場地問題 還有紀念價值 2015年開始的時候 故事是說 我開始了一點 其實沒想過這麼大壇 但整整一下 就覺得好像可以 還有啟德機場對程義傑強到 只是可能住在啟德附近的朋友才會明白 對 因為你想想 以前飛機下來的時候震撼 對 真的很誇張 連碑裡也看到他們多近 對 所以如果我們說 是否應該說90年後的人 90年後 就見不到 90年後的人 小時候會記得 但不會記得太多 他們從來沒有經過過 這個震撼的畫面 是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為何Hubert 會有這樣的影響 讓他去做一件這樣的事 我們當時很喜歡走近九龍城的地方 看飛機降落 未有機會坐飛機的時候 我想好像你這樣 你小時候看到這些飛機 就影響你現在這件事 我為何會一直站起來 因為我和爸爸的關係 就是基於飛機大炮 我媽媽經常叫我 出去打球 游泳 踢球 做運動 我爸爸和我的關係 就是砌模型 他喜歡那些 好啊 火車 N scale HO scale 以前小時候 拖地後 走去Furniture 然後就在地上弄了個鬼 玩了一天之後就收起來 然後又放回Furniture 我和他的關係主要都是這些 最強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吃完飯 我爸爸媽媽就當是逛街 去散步 但就在裡面散步 在機場的 在乘客建築物上散步 我到處跑來跑去 又拿一些 Bording Pass 那些 我都存在 那些也存在 去到2015年 我開始整這壇時 我都心想 我和我爸爸那時已經老了 那我就想 你媽媽現在還來 現在不在 是的 所以就是 開始起的時候 我打算 起這個東西 和他有共同的記憶 因為 我離開了香港二十年差不多 就和他疏了 因為始終他們回來了 我就在那邊 明白 到2016年 他就現場有過生 其實令到我更加想完成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紀念他的價值 那和你的相關是甚麼呢 當然你都明白 你有一首歌 小時候聽的時候 就沒甚麼感覺 當我現在的人的 盡子去到這個位 聽了一首歌的感覺 就強到是 我想是唯一一首歌 聽了都想走 我想 Hilbert也有講空凳 是的 沒辦法 這首歌 我都跟大家以前說過 我唱的時候 我爸爸也在生 我沒有甚麼大感覺 唱那時 我跟他比賽 到現在 我很少會唱這首歌 就是因為 我都在想 我見到你 我最想問你甚麼問題 但你已經回答了 已經回答了 剛才你已經回答了 就是 你第一次唱的時候 是怎樣呢 現在唱的時候是怎樣呢 還不想唱 Life comes in full circle 現在 到這一刻 我坐在這裡跟你聊這件事 但那時候 譬如我爸爸走的時候 你知道那首歌是無處不在的 你最 unexpected的時候 就會聽到 哇 那時候那些歌詞 是真的要命的 所以現在有機會跟你聊這件事 但因為那一座東西 和我爸爸的 我和這座東西的相關那麼強 其實對我來說是超級榮幸 我想問你 你在砌的時候 爸爸還在這裡嗎 我砌頭一段 頭一段的頭一段 我都未開始弄出來 我是在3D畫中 畫出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儲飛機 之後他就突然間離開了 不是說有什麼病 是病很久 就是又好好的 然後到三天後 無端離開了 就是這麼快 當然我 然後聽聽你這首歌的歌詞 小時候聽 喜歡這首歌 是喜歡旋律 感覺 你聽這首歌 真是糟糕 我想可能有很多兒子 都會有那種遺憾 以前沒有表達的 已經沒有機會 我今天來探訪Hilbert 就是為了一個啟德機場 其實這個啟德機場的模型 原來後面 其實不止我有很多故事 很多人的故事 包括Hilbert 原來他和他爸爸都有一個故事 想想 我今天可以跟你說到這件事 外面還有多少人 我是接觸不到他們的心聲 如果只會走到這首歌 這首歌一直都會永遠傳下去 因為每個人都會經過 沒有父親的那一刻 不止那一刻 和那個之後 之後才是心 原來這首歌 之後才知道那些腰心腰肺在哪裏 怎樣都可以這首歌是存在的 那個威力很厲害 就是這樣吧 說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唱到我的味道 我想是要經過的 有些事情 真的是 我若不是有交叉點在先 空椅可能不是我唱的 我們空椅要結束 既然空椅是一首那麼好的歌 說內容是要歸功於林振強 林振強想到這樣的故事 想到父子的關係 而且離開了 就交給一個專唱Blues的人去唱 就成為了這個經典 多謝外面的大家 這首歌要好好反省一下大家 好 我們要說回飛機 我聽了那麼久 你很喜歡飛機 而去讀書的時候 亦都很希望去到Boeing 去到飛機廠做事 你讀書時讀的科目是甚麼 是的 其中一個技術是mechanical 你可以是Electrical 你可以是Civil 起橋起路 Engineering是大範圍 你便讀mechanical 是的 你有沒有讀過飛機零件的東西 有 我有一年 minor了Aerospace 就是飛機的學 是最後一年 在蘇格蘭讀了一年 所以紅心壯志打算去試鑽進去Boeing 行不行 但始終你是follow your heart 就會去那些位 即是你用Engineering 那些計算很多數 吊臂酒來走動來動去 然後被你選擇時 你自然就會選擇飛機 對 你真的自然會選擇 為甚麼你不好意思 第二間飛機航空 我只有Airbus Airbus是澳洲的 你不是澳洲人 更難入 基本上是機會零 我加拿大人進入美國 還有一些機會 加拿大人進入 除非我很勁的經驗 Airbus便會收你 但如果你是fresh grad 剛才讀完書 讀完大學 他收你做甚麼 他去歐洲有很多畢業生 怎會收一個加拿大人 我也有apply過 不過就是很普通的apply 貼一張照片 就沒有那麼煽情 沒有那麼煽情 因為Boeing始終 因為啟德機場是多Boeing 因為它是多wide body jets 幾十萬架747拍攝 Airbus是七八十年代才沒有起 所以你一定不會感覺到那麼強勁 還有設計上的東西 747在前面都這樣凸起 很容易拍 很iconic的東西 人的腦袋一定先到那裡 一定想到民航機 實在Boeing是太大 即使現在還在飛 還在服役 B52也是他 打仗他也有份 民航他也有份 其實誰不認識他 他真是一個龍頭大哥 我昨晚還在下載一些關於Jet Enjin的歷史 我看過很多年前 我看過一套documentary 有十三集 叫做Reaching for the sky 我正在想 聽你說話的時候 如果現在的時間回到以前 我們所謂的以前 是疑似世界大戰的時候 你的願望一定會實現 因為要迫進去 你要迫進去 即是很需要人 我看這麼多紀錄片 我好像沒怎麼見過 Boeing是有中國人在裡面 我沒見過 737MAX的意外 導致有些醜聞出現 737MAX在前面的兩個感應器 有些不對版 強行按下機頭 所以就撞機 其實在Boeing裡面的Engineer 一早已經說 甚至不知道這個 Short Form的名字 是說這個感應器 就變成是有提出的有迷險 但通常所謂醜聞都會是這樣 高層是不會理 因為錢和它的Stock Market是最重要 所以由得它飛 跌一架跌兩架就不行了 那些你們找Documentary看 找到的那些 你這歌不可以當背景音樂聽 有些POP 所以我有時見到 你那些歌 例如Apple Music 看到它的Category 是Canto Pop 等於去哪裏 Canto Pop 不是 譚永倫80年代才是Canto Pop 這些是你要坐下來聽 連歌詞都聽了 不是在做邊做的人在邊聽 我是這樣想的 我們太小了 如果我們娛樂圈 如果比起音樂圈說 比起全世界來說 我們小到連一粒豆都不如 所以就不要怪他們 既然我是這行的 用來我的職業 我們不可以罵那麼多 只是如果聽到我歌的人 知道我在做甚麼的人 就是大家的緣分 好像我今天來這裏 是一個緣分 首先你知不知道我為何會來這裏 我知道 你現在才知道 我是三日前知道 其實我們搜到這個秘密 就是你太太 她有一個好好的貢獻 好好的貢獻 她太太躲在臭小孩 家庭主婦 我也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這番話 應該由我在家裏 再做一個介紹的時候說 不過我現在說也不要緊 因為你太太也在那裏 原本是不想讓她知道 是為了甚麼不讓她知道 就是她太太聯絡了我 是想送一個所謂禮物給她 我不是一件禮物 我只是她會知道 如果我上來 亦因為她做了一個 這麼大的啓得機場模型 但還有一件重要的事 不如我們今天這個談論 就用最重要的這件事 做今天的結束 她太太是想將我等上來 訪問她做一個生意的禮物 你幾次生意的 6月14日 先預祝她 OK Happy Birthday 我會將這片段剪好 你看到我們說話也很長 不要緊 訪問是這樣的 或者會出兩集 三集 剪給大家看 還有片段 我們看見 我們下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